第1241章 任去留 陆离和庚昊三看到大家来了 站起来打招呼 然后各自落座 陆离 庚昊三 飘零 算是工会三大巨头 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层 随着工会规模的扩大 一个庚昊三显然是忙不过来了 后来加入了白色的面包 这个妹子做帮手 白色的面包最近身体似乎不舒服 今天就没有列席 至于飘零 完全是被陆离赶鸭子上架逼上来的 此人非常有能力 除了有点懒 有点自恋 有点毒蛇 简直就是完美的俱乐部经理人 放着这样一个人才 最主要是可以信赖的人才 不用 这不符合陆离的作风 三番几次的劝说 终于把飘零给劝烦了 在衡量了离家出走和 走马上任的优缺点之后 裁决之间俱乐部经理的名头 有了着落 当然 这暂时只是口头上的说法 就连跟昊三都没正式的合同 任命说 他是裁决之间工会会长 大家随便做吧 自己人 不用拘束 陆离指了指周围的椅子 说道 除了猫爸 剩下的全都是赛首 月光 三月雨 落鹰 回忆 木秋 猫猫爱吃肉 肥猴子 正好十个人坐满一桌 这些基本上都是赛首 说是一家人一点也不为过 因为今天的话题 可能围绕的都是赛首 所以小八将那些人 就没有叫过来 免得到时候 牵扯更多的麻烦 我们不拘束 倒是你今天怎么这么客气 猫爸嘿嘿一笑 猫猫爱吃肉 狠狠地瞪了他爸爸眼 嘟着嘴不想说话 反正就是很生气的样子 就连他这样迟钝的人 都已经觉察到 今天的氛围有点诡异 既如此 那我就只说了 不然这饭也吃不痛快 陆离不打算拐弯抹角 他性格就是如此 虽然不缺少心机 偶尔甚至称得上腹黑 但是这些心机和腹黑 是挑对象的 一般情况下 都不会用在朋友身上 最近是转会计 想必各位 也都收到了来自各方的邀请 我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如果有想离开的 我也不会流难 违约经都不需要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想去的地方 陆离沉静地说道 跟昊三的脸 立刻就拉长了 什么叫违约经不要了 我去 我的 老大不可能这么二 你以为这是过家家呀 违约经是约束赛首的 最主要力量之一 任何一家俱乐部 想挖人都要掂量掂量 虽然是买家出钱 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赛首也要考虑 自己能不能给新冬价 把这些钱赚回来 就比如裁决之鉴 不管俱乐部多厚道 赛首们的违约经 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就比如肥猴子 他当初签的年薪是一百万 违约经却有三百万 买家需要全款 付掉这笔钱 而且把肥猴子挖过去之后 总不能不给签字费吧 这又是一笔不菲的支出 签字费是一把拿的 之后年薪也得给 真是猴年马月 才能赚回成本啊 但是如果违约经都不要的话 那跳槽的成本就太低了 年薪两百万 想要邀请肥猴子的大有人在 就算是三百万 应该也有土豪考虑 而且地位铁定 比他在裁决之见高 肥猴子如此 其他人又何尝不是 三哥 不必多说 我言出必行 大家也不用觉得 谁对不起谁 裁决之见 能够走到今天 没有再做任何一位 都是不可能的 只是有点可惜 以后不能再和大家并肩作战 陆里打断跟昊三想要说的话 他并不是矫情 这些话都是实打实的 任何人走他都不会流难 反正我不可能走 爸你要是想走的 你走吧 猫猫爱吃肉哼了一声 扭头不搭理他罢了 唉 你这孩子 我什么时候说走了 还不都是为了你好 猫爸气得吐血 好不容易养大的女儿 说翻脸就翻脸 到底谁才是他爸啊 猫爸也是想借势 给他争取点好处 最起码要确保 每一场比赛的出场率 而薪水也可以利用转会计 翻个两三番 正常情况下 大家都是这么干的 就算俱乐部太不爽 也只能认了 毕竟转会计即将到来 俱乐部必须 抓紧自己的赛手才行 一点都不加的话 赛手就跑光了 到那时候 就算俱乐部 不会一下垮掉 至少也要一蹶不振好几年 不需要 我要靠自己能实力 成为曙光第一术士 猫猫爱吃肉 觉得和这老头 实在没办法沟通了 他爸爸整个人 都掉前眼了去了 带着他去见猎头 然后打算凭着 这个去找路里要福利 猫猫爱吃肉 忍无可忍 现在终于爆发了 碰 原来是肥猴子拍了桌子 猫猫你这话说得非常好 咱就要做职业第一 什么 肖默 莫望峰 还有那个云天叶 哥 早晚都要把他们踩在脚下 我还年轻 我早晚都要成为职业第一 呸 那你为什么去和猎头见面 我又一次都碰见你了 好家伙 都不用 陆离动手 直接就揭发了 肥猴子满脸的红光 瞬间转轻 一口气 差点憋不过来 他尴尬的挠挠头 都是这张嘴惹的货 他们找的实在是太巧了 都是我想去吃的 结果就过去蹭吃蹭喝了 我可是什么都没答应啊 那你还去 KTV 猫猫爱吃肉 现在似乎完全站在了陆离这边 我去 妹子啊 你连这个也知道 你该不会也去了吧 肥猴子不甘心自己背对 事实展开反击 我才没去呢 我认识一个咱们精英团的玩家 说 你最近经常带人去KTV 其中有个人 是圈子里出了名的猎头 猫猫爱吃肉说道 他大爷的 哥 这都是为了谁啊 是不是沈东阁那个贱人 那家KTV 就是他家开的 破破烂烂 老师说我抱怨没人去 我带人给他家添生意 他居然还污蔑我 肥猴子拍了一下自己肥后的胸膛 看他架势 很可能直接去找那哥们真人PK去了 都闭嘴 陆离揉了揉太阳穴 对 肥猴子这货实在无语了 其实陆离感觉最有可能走的 就是 肥猴子 因为肥猴子的待遇 在裁决之鉴挤大赛手中 和猫猫爱吃肉一起垫底 但是他风头却 非常强势 身价远远不止年薪一百万 和他接触的人 也最多 没想到 这货接触猎头的理由是 混饭吃 带人家去唱歌 是为了给哥们拉声音 如果那些猎头 知道真相 不知道会不会把肥猴子 列入永不往来的黑名单 第1242章 菜市场 我 我 三月雨有点紧张 尤其是在他哥哥花底 黎晴梅在身边的时候 吞吞吐吐了一会 才说清楚他的情况 猎头通过代言商 请他吃饭谈事情 虽然被拒绝了 但是以三月雨的性格 自然说不出什么言辞拒绝的话 所以给人的印象 就是 还有谈的余地 于是一次次的谈 总要出去那么几次 给人的印象自然 就是他和猎头接触了 你呢 陆黎问月光 老朋友聚会 其中有的做了猎头 月光 似乎不怎么谢于解释 虽说敏感时期 做了猎头的老朋友 找上门来 有点诡异 但是总不能因此 就不见老朋友 而且人家开口闭口 都是谈以往的真容岁月 那就更不可能 把人拒之门外了 估计是想挖你的 陆黎点点头 哦 月光随口应了一声 接下来就没然后了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 拍着胸口表态自己 绝对不会走什么的 但是陆黎反倒不担心他了 月光对裁决之剑 来说非常重要 他属于最顶尖的明星赛首 战士职业榜上前三的人物 陆黎 月光 三月雨 在没有 强力法师坐镇的情况下 这就是裁决之剑的铁三角 其他几位 虽然也有惊艳的表现 但是最多的 都是在配合着三位行动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只要陆黎 月光 三月雨 这三个人在裁决之剑 随时都可以拉出 一直能打的队伍 因为陆黎是个众生者 现在还没有露面 以后会崛起的赛首 都难逃他的记忆 有些因为种种原因 确实拉拢不到 而有些品行虽然有些问题 但是临时拿过来 用还是没问题 最有价值的 是那些最底层崛起的 优秀赛首 其实 我不是很想做赛首了 洛英回忆费了很大劲 才说出口 你不是很努力地 想要成为一名明星赛首吗 这次就不只是赛首们震惊 就连猫霸都坐不住了 而且她的质疑声中 显然难以掩饰愤怒 这妮子 最近一直跟着她训练 虽说不算天赋型选手 但是猫霸最满意的是 洛英回忆的毅力 从来不玩练集 最快的法师职业 但是在之前的几个 玩过的游戏里 都能压过一众大神 成为等级榜第一 洛英回忆 确实是个毅力惊人的妹子 我发现自己 好像不是很喜欢这个 洛英回忆 情绪低落 我站在获胜的赛场上 却感觉不到胜利的喜悦 每天都要拉出等级榜 看几十次 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 却再也回不到等级榜前面去了 需要参与 副本攻略 需要比赛 需要接受猫霸的各种比赛训练 洛英回忆所能支配的练集时间 当然不足以让她攀上 等级榜第一的位置 她现在57级 等级榜 40多名 距离第一差得太远了 啊 尽量多给你安排一些练集的时间 陆离瀑布汉 对于一个只想上等级榜第一的妹子 她只能如此安慰 这是正常人的脑回路吗 有的妹子 喜欢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吸引很多人的目光 有的妹子喜欢赚钱 有了钱 就可以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吸引更多人的目光 啊 好吧 都是一样的目的 可是想要等级榜第一 那是什么鬼 而且 比赛太好精力了 我下了游戏 都是倒头就睡 一睡 睡到第二天 连我的单美小说都没能更新了 洛英 回忆又补充了一个理由 在座的大部分一脸茫然 只有猫猫爱吃肉 非常惊讶地看着洛英回忆 回忆姐 你居然是写单美的 啊 是 是啊 一时口快 居然把小说的类型都说出来了 哇 你写的什么 我特别喜欢看单美文了 你在什么网站写的 巴拉巴拉一大堆 让大家听得云里雾区的话 显然 大家都不在他们的频道上 原来回忆是一个写小说的呀 那你先撑一段时间 下个赛季减少你的上场数量 对于半文盲状态的陆离来说 能写文章的都是非常厉害的人 甚至不弱于洛英回忆现在的赛首身份 他并不懂什么叫网络文学 更不懂什么叫做单美 不要看我 我可没和任何人接触 沐秋看大家的眼神往他这边飘 立刻表明态度 他算是半路加入 而且不像猫猫爱吃肉和肥猴子 都是路里一手发掘出来的新人 所以他平日里做事谨小甚微 几乎很少和外界接触 工会里有活动 他也积极参加 任劳任怨 风评相当的不错 原来都是误会 跟浩三长长地输了口气 一场大危机就如此轻易地度过了 挖脚这种事 对其他俱乐部或许没那么致命 但是裁决之鉴才成立 没几个月 如果被挖走两个人的话 甚至都组不成完整的战队 只要撑过这一个转会计 以后多培养几个赛首 慢慢地就站住脚了 到底吃不吃啊 我闻着这味道 大师傅一定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肥猴子撸起袖子叫道 今天老大请客 而且请的还是大厨手艺 大家都别客浅 不醉不归 打击他 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 现在让肥猴子看着别人吃 简直比杀了 他还夸张 陆离招呼人上菜 一场有惊无险的风波之后 他也饿了 正好可以尝尝知名大厨的手艺 金雀楼的老板 是裁决之鉴的 一名生活职业玩家 把自家大厨免费借给工会用了 当然 陆离没忘记自己的妹妹 几个大厨专门做了一些 陆离让人送给陆星 残梦 小八将几个小丫头去享用 残梦 小八将都已经转学到江南市这边了 陆离还特意给他两个请了家教 可是在两个丫头的家长面前拍了胸口 保证督促两个高中小女生 努力学习的 这顿饭吃得很愉快 裁决之鉴这批赛手 性格各不相同 但是大家相处的却非常愉快 吃完之后 肥猴子提议去唱K 其他几个自然要给他面子 但是陆离没去 他根本就不会唱歌 天生五音不全 连亲妹妹都会笑话他的那种 所以他干脆留下猫吧 几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谈事情 猫哥真是不厚道啊 咱们自家人还玩心结 这下倒好了 连猫猫都生你的气 根浩三给猫爸珍满了酒杯 现实中和游戏中饮酒 当然不可能一样 所以 即便珍满酒杯 其实也没多少 猫爸端起来一饮而尽 叹道 我还不是为了他好 理解理解 根浩三也没打定主意要为难对方 也就是小小的抱怨了一句 毕竟猫爸只是这一时的尴尬 他和陆离 可是差点愁白了头发 这顿饭之前差点以为工会赛手都打算离家出走了呢 赛手这个职业终究难尝久 你们看三十岁还在打的都混成了什么样 而三十五岁 还要靠打比赛的人全都成了笑话 猫爸夺过酒瓶 自己倒了一杯 一仰头又干了 他说的倒也不夸张 三十岁的赛手并不算少 但是这些人带给观众的 几乎都是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失望 莫王峰被称作老将 但是他实际年龄并不大 现在也不过二十来岁而已 而三十五岁真正的老将 上场的机会就不多了 他们的归宿一般都是陪练 当年风光无两 现在伺候一群后备练习 心中酸涩 可想而知 也不是都混得比较差 你现在就不错 飘灵懒洋洋的和猫爸碰了一杯 我这也算好 四处讨饭吃罢了 如果不是当年制了一些产业 估计也是做吃山空的命 我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走这样的路 猫爸酒量一般 此时已经有了一些罪意 除了裁决之鉴 你又能带着他去哪呢 飘灵一阵见血地指出 唉 是的 无处可去 猫爸也是认命了 他在圈子里人脉很广 可以把女儿安排进不少大型俱乐部 可是这些俱乐部并不见得比裁决之鉴好 毕竟裁决之鉴正处于发展最快的上升期 不会坑大家的 飘灵拍拍猫爸的肩膀 心情也有些沉重 摆在路里等人面前的 其实依旧是转会计的危机 虽然短时期算是完美解决 但是这种危机就像是癌细胞 几乎没有人能割除它 转会计 裁决之鉴暂时算是平静下来了 可其他俱乐部并不会平静 最开始的都是小打小闹 猎头们把水搅浑了之后 三线甚至不入流的小赛手 开始跳来跳去 各大俱乐部就好像是菜市场买青菜的家庭主妇 挑挑拣拣 把自己勉强看上眼的 用低价丢进自己的菜篮子 第一个被挖角的二线赛手 出人意料的 居然微语格的薯条曲奇 薯条曲奇出身荣耀之都清讯营 至今已经服役六年 先后服务于荣耀之都 兄弟亲身 黎一鸣之意 微语格 其中微语格是他服务时间最久的俱乐部 没想到他会在微语格即将进行比赛的关键时刻反水 第1243章 霸气无双 这种变故让微语格极为被动 目前的赛事都是实行的登记制度 在比赛报名阶段 俱乐部将参赛选手的名单报上去 这个一般都会多报 多到俱乐部有多少就报多少 反正报名人数又不限制 比赛的过程中 俱乐部只能从这些已经报上去的人里面 安排赛手上场 如果中途幸运地拉到了一个大神级的家伙加盟 也要等到下一个赛季才会发挥作用 因为这位大神没有在该俱乐部的名下等级参赛 所以没有为该俱乐部效命的资格 这也就意味着微语格无法从无双城抽掉人手过来帮忙 至于继续让薯条曲奇上场比赛 微语格无论再怎么心宽都不可能这样做了 薯条曲奇也表示 自己会尽最大的努力完成比赛 可是他的离去 已经将他在微语格俱乐部的信誉全部击碎 至少本赛季 他是没有任何可能出战了 搞清楚是什么战队挖他了吗 陆黎在一堆文件里头抬起头 这是裁决之间赛手们一起吃饭的第二天 一大早上就得知了如此劲爆的消息 陆黎还没来得及打电话去那边问情况 估计水精灵也没空接听 目前得到的消息 全部来自于游戏早间直播站 这是一个及时性的娱乐平台 消息很快 但是不保证真假 不是很清楚 据说签了保密协议 现在的协会法规不健全 这样的事情常有发生 不管是谁挖的 反正你的水MM是不可能再用它了 是不是很心疼你的水MM 跟号三在陆黎对面坐下 伸手抽了一份文件 哟 这是公司股权分配案例 你干嘛看这个 想散财啊 跟号三笑道 从长远来看 咱们只有散财才能得到稳定的发展 只是要散多少 怎么散 需要研究一下 三哥 你比我专业 你也来看看 陆黎揉了揉太阳学 他这种半文盲 实在看不懂这些东西 都毕业几年了 之前学的早丢一遍了 跟号三一脸的嫌弃 不过他还在帮助陆黎看了 魏宇格那边应该没事的 他们上报的赛手也不少 水精灵财大气粗 就算不是赚会计 也在各处挖角 少的这个薯条 曲奇只是被安排的比赛 并不代表它有多重要 陆黎很淡定地说道 俗话说 关心则乱 这种状况很难出现在陆黎的身上 他没受过太多教育 也没经历什么商战风浪 可是他的心智 已经在从小到大的磨练中 坚若磐石 听到魏宇格被挖角之后的第一件事 他就在想 这件事对魏宇格有多大伤害 最好的应对手段是什么 结果发现 其实离伤筋动骨还差太远 自然就不慌张了 当然 这种临阵被挖角的行为 很损伤魏宇格的声望 明天魏宇格和荣耀之都打 依我看呐 这书的概率99% 你说呢 跟号三问 你说啥就是啥呗 陆黎敷衍道 是 你还不服气 其实咱们和荣耀之都对上 输的概率也不小 只是输的好看和不好看罢了 跟号三摇头苦笑道 输的好看 咱们这叫做和荣耀之都争冠军 输的难看点的话 那还不如别进决赛呢 陆黎知道跟号三说的对 只是他很无语 这会干嘛在他面前动摇军心 难道怕他到时候 输了哭鼻子 提前打预防针 还有啊 装备还戒不戒呢 戒 到时候拿到一起 让他们挑 陆黎也不犹豫 很直截了当 无论如何 魏宇格都尽了最大的努力 帮助裁决之剑 包括无双城全城陪练 应该都要算到魏宇格的努力上 因此 在第二天碰面之后 陆黎将身上敬伴的装备 都扒给了水精灵 不见得都比水精灵身上的好 只是更适合水精灵的战斗风格 还有其他一些职业的装备 如果水精灵卷了装备 跑路 裁决之剑 本集联赛 就不用和荣耀之都打了 荣耀之都在帝都 他们的主场战斗 自然是在帝都 上一次未曾露面的水精灵 这一次终于露面了 水man每一次 在现实世界中露面 都会惊艳众生 总让大家觉得 他越来越漂亮了 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 一时之间 网络上全都是他这一次出行的机场 抓拍 无数宅男在这一天 换了电脑桌面屏保 除了陆黎 他那电脑屏保 还是蓝天白云呢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也没避讳被问及 关于薯条曲奇的问题 陆黎当时正在 陪着妹妹坐在游戏的家中喝果茶 听到水精灵的话 直接就喷了 有些人有了更好的去处 我会非常支持 但是有些人的行为 显然是背叛了俱乐部 我会采取一定的措施 做错事情 必须受到惩罚才行 水mm轻柔地说出 很辣无比的话 不管是什么俱乐部接受了他 我都将向对方发出 为期半年的工会战 任何俱乐部都不例外 啊 谁姐姐好霸气啊 好喜欢谁姐姐 不行 我要嫁给她 哥你 还是另外找女朋友吧 陆星捧的小脸 直接就胡言乱语了 陆黎刚才吐茶 现在想吐血 他和水精灵不清不白 遭到了无数宅男的痛恨 但是敢如此直接叫板药 和他做情敌的 只有他亲妹妹 这个妹妹一定是假的 而且水精灵这不按套路出牌啊 正常情况下 这种事情 都有一套几乎固定的说辞 比如说 我们很高兴 某某某有了更好的发展 预祝他在新的俱乐部 能够取得好成绩 看看水精灵都说了什么 问他问题的记者 都卡壳了 不管是不是他们出手 女土豪这话里的任何俱乐部 恐怕都会被人理解为荣耀之都 威宇阁向荣耀之都发起公会战 荣耀之都能不能迎先不说 但是铁定不会输 可荣耀之都在 怎么冲动 也不可能接战 他们要想不被后面如狼似虎的 对手超越 就只能一直奔跑 停下来 和威宇阁进行公会战 不用等到战争结束董事会的人 就要造反了 第1244章 虐杀新人 今年游戏圈最霸气的宣言 就这么诞生了 来自于角色榜第一的水精灵 不对 新一期的角色榜 已经把他排成了第一 以往的水精灵 非常低调 喜欢穿那种戴面纱 面具的装备 大家只觉得他漂亮 可是真正见过他的人少之又少 凭着一些抓拍或者留言 居然也让他上了角色榜 而且排位一直不低 最近这段时间 水精灵一反之前的低调 甚至还为一家时尚杂志拍的封面 尽管威武 霸气出尽了风头 但这并不能降低威宇阁比赛的难度 他们面对的 毕竟是雄霸游戏圈多年的巨无霸荣耀之都 不过 在现场的应援氛围上 魏宇阁并不因为客场作战 而有丝毫的逊色 甚至可以说 完全压制了主场迎战的荣耀之都 很多魏宇阁的粉丝们 从全国各地赶赴帝都 参加着难得一见的盛会 其实 能够正面对战荣耀之都 魏宇阁在本赛季 已经不亏了 当天最引人瞩目的 还是一场粉丝冲突 起因 还是临阵叛逃的薯条曲奇 据说有荣耀之都的粉丝 幸灾乐祸 魏宇阁的粉丝 当然不可能忍 再加上业内 一直盛传这次的挖角 是荣耀之都做的手脚 所以当时 爆发了小范围的肢体冲突 随后参与的人数 越来越多 幸好地点 在帝都 紧背力量 比其他机场都要强 所以事态及时地被控制住 根据媒体的追踪报道 被送进医院的粉丝 有七名轻伤 一名伤势略重 就是那个幸灾乐祸的家伙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其实 陆离是不相信 荣耀之都做手脚的 他们根本就不拒威宇阁 何必多此一举地 去挖一个二线赛手 而且还遮遮掩掩掩地 连个下家都不敢让说出来 或许连荣耀之都 都是受害者 幕后社局的人为的 就是让威宇阁和荣耀之都 两家都不通款 现在看来 效果还真不错 两家的粉丝都开始对了 由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比赛现场 当然也不可能有多和谐 这次的比赛 安排在国家体育场 也就是俗称的鸟巢 是一座 始建于两百多年前的 古老场馆 多年来 一直担当着大型比赛 演唱会的举办场所 但是用来进行游戏比赛 这还是第一次 有些东西 以前不被人看中 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 早晚都有出头的一天 上一次威宇阁和荣耀之都的比赛 擂台赛 是一分之差落败 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 只是不知道这一次 会是什么结果 由于赛制的关系 王牌选手摆最后压箱底的做法 纯属作死 可是将王牌选手 直接摆放到第一顺位出战 看起来也有些过分激进 战斗节奏不容易把握 而且似乎也没那个必要 职业赛场上 一条三都是极少见的 擂台赛里 较常见的出色发挥 也就是一人击败两个左右对手 陆离在很早之前 干过一条三 甚至更多的事情 但那时候他面对的 都是一般的玩家 水平和他差距很大 现在是四强赛 只要是能够上场的 都有两把刷子 不存在让人一下挑光的事情 所谓两个左右 一种情况就是 有时候击败一人后 将第二个也打到半死 但自己先一步支撑不住 倒下 另一种情况是第二人 也得击败 但面对第三人时 已经没什么技能特效和血量了 对第三个人 已经产生不了有效的伤害 即便如此 能挑下两个左右的 也算是擂台上上 难得一见的成绩了 开场第一顺位 只会让两种人上台 一种是实力派 即便不能拿个手上 也可以把对方的血量 耗得差不多 另外一种是重点培养的新人 训练场上永远出不了大神 只有在真正的赛手上 尤其是比较重要的比赛上 才能模拟出超级高手 荣耀之都出场的 就是这样一位他们清训营 今年推出的少年高手 莫道销魂 他的对手是水精灵 这位法师职业的少年赛手 不过十六七岁的年纪 这一次算是他第一次 以赛手的身份 正式踏上赛场 没想到 首秀就遇见了水精灵 假如莫道销魂 将来能成为肖默这样的人物 那么媒体 在提起他的首秀时 一定会浓墨重彩地来一笔 前提是 他能顶住来自水精灵的压力 不会因为高手的压迫 而心神失手 不会从此一蹶不振 在陆离的记忆中 这位少年赛手 并没有今天这样 遇见水精灵 众生者的世界 已经添离了原本的轨迹 他应该在几个月之后的 小型赛事上 展露头角 幸运地击败了 紫月动天赛手卑鄙的少爷 从此奠定了赛手圈地位 当然 他算是一个半成品 大众眼中的他 成功出道 快速有了自己的粉丝和地位 能够逐渐参加大型赛事 完全人生赢家的节奏 可是谁又能知道 他是肖默培养的接班人呢 肖默已经快要三十了 他花了几年时间 亲自训练出了莫道销魂 然而 莫道销魂踏上赛场之后 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 只能算是一个不错的赛手罢了 一个法师 一个盗贼 一个星人 一个圈内闻名的明星赛手 其实水精灵在这半年 进步非常大 只是他原本的名气就高得离谱 而且主要是靠脸吃饭的美女 自然很少有人 关注他 实力增加多少 看着擂台赛的直播 陆黎回想了一下 当初刚碰见水精灵时候的情景 那时候他卖装备 水精灵土豪的砸钱 然后要求陆黎和他打一场 结果 自然是陆黎赢了 如今再看看水精灵的操作 可当初完全不是一个层面 女土豪已经脱离了 砸钱穿好装备 用装备来碾压别人的阶段 莫道销魂在水精灵手下 被虐得非常惨 他倒下的时候 水精灵甚至还有80%的血量 更离谱的是 水精灵根本就没用什么厉害的手段 简直就像虐杀一个 刚进游戏的小菜鸟一样 陆黎摇头倾笑 这女人的报复心可真重 不管是谁挖了他的人 他反正是把气撒在荣耀之毒身上了 不然不会花费如此大的功夫虐材 一般人可能觉得水精灵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莫道销魂给虐杀了 但是差多的赛手都可以体会到 要这样虐杀一个准赛手 需要投入多大的心神 也就是说 实际上水精灵除了没用力还手段 从技术层面上已经全力以赴了 正常情况下 一个老赛手遇见心嫩都不会太过分 毕竟谁家每年都会有几个心嫩上台 都希望遇见的老赛手不要太狠心 毕竟第一场比赛对新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打击太大的话 虽然不至于从此一蹶不振 真要一蹶不振 那只能说明赛手不合格 但是为你一段时间倒是很有可能的 水精灵的下一个对手 肖默上台了 依旧是那富无喜无怒的表情 大家也看不出肖默是不是生气了 但是从他的行动上来看 确实带了三分火气 除了压箱底的手段 也算是全力以赴了 陆离甚至还敏锐地发现了一些 他之前没用过的战斗技巧 生气才正常嘛 自己的徒弟被不给面子的狂越了 当师父的自然要找回场子 陆离并没有因为肖默打的水精灵 找不到北而愤怒 而是咪着眼仔细地观察肖默目前的战斗方式 顺便从水精灵的受伤效果上 分析肖默所用的这些手段 水精灵的装备本身就很好 又从陆离这里拿到了不少极品部件 就连套装都给他了 所以即便肖默技术比水精灵高一筹 装备可能还要更好一些 但是想要像水精灵虐没到肖魂那样 虐水精灵 那是想也知道不可能的事情 肖默最后获胜 水精灵落败 然后威宇格是倾城运出战 他对掉了肖默 肖默毕竟刚刚击败一个 近乎完整状态的水精灵 他不可能独自击杀威宇格的 两个明星赛手 这就好似陆离连续击杀血比 和肖默一样荒谬 血比上去对掉了青城运 然后被威宇格再次上台的赛手对掉 最终的结果 居然是威宇格领先了一份 镜头给了莫道销魂 一个特写 这位荣耀之都的新人 几乎已经快要哭出来了 在他看来 就是因为他的缘故 才让自家俱乐部 输掉了本来十拿九稳的擂台赛 观众和解说很激动地猜测着 是否威宇格真的有可能击败荣耀之都 然后和裁决之剑 争夺本级联赛的冠军 听着周围的人激动的声音 陆离在观众席上摇了摇头 他比谁都了解 威宇格赛手身上的装备水平 以及他们有可能存在的手段 可以断定地说 威宇格上台的几位赛手 已经全力以赴了 然而荣耀之都 依旧让他看不透彻 这说明 荣耀之都依旧在保存实力 只是 上一场威宇格主场的比赛 威宇格领先了一分获胜 现在本场威宇格又已经领先了一分 这也就意味着 荣耀之都 必须在团体赛中至少领先两分 才有可能因为平局 而追加薪的一场比赛 只有领先三分 他们才能彻底击败威宇格 第1245章 痛苦压制 领先三分 陆离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如果换做是裁决之剑 和威宇格对决 他能保证领先三分吗 不只是他 凡是想到这一点的 都觉得震撼 如果 荣耀之都能够操控三个比分的差距 那他们也太可怕了 也有人认为这是荣耀之都虚张声势 这一切 说不定都是正常发生的事情了 之前的那一场输掉 一分是因为客场比赛地图不熟 今天的擂台赛输掉一分 是因为派了一个不靠谱的新人手法 无论如何 团体赛还是如约而至 唉 你说万一威宇格赢了 咱们可怎么办 跟浩三坐在陆里的旁边 一脸的愁容 还能怎么办 跟他们打呗 陆里慢吞吞地说道 万一把威宇格打哭了 你的水mm一定和你翻脸 看来你这辈子是讨不到老婆了 跟浩三摇头晃脑地说道 如果威宇格连荣耀之都都干掉了 三哥 你哪里来的自信能战胜他们 陆里很无语地问道 这货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还是觉得裁决之剑 已经天下无敌了 啊 跟浩三顿时就猛逼了 再次 出人意料的 是 就连陆里都忍不住暗骂了一句 他实在搞不清楚 荣耀之都是想作死 还是有着无与伦比的强大自信 又或者说是女土豪 小手一挥砸了几个亿 让肖默都跪下场征服 开始放水输掉比赛 明明有主场优势 却不去利用 这不是蛋疼吗 而且荣耀之都又不像之前的裁决之剑 陆里那是找不到合适的陪练 才无可奈何地选择大圆台地图 九张地图 一张大圆台 剩下的各有特色 不管是什么阵容的战队 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魏宇阁 这边是贼术法木战阵容上场 后补席上是一名圣骑士 治疗 荣耀之都 则是贼法木萨术阵容上场 后补席上 同样是圣骑士 也是偏向于治疗的路线 因为是大圆台赛场 比赛双方一览无余 所以也没有什么利用地形的说法 比赛宣布开始之后 就冲向了对方目标 反正就是选定 然后放技能就行了 魏宇阁治疗兴兴兴 成了被挤火的对象 双方全都是单治疗出场 只要秒掉了对方的治疗 就算剩了一半 因此 魏宇阁也不客气 西山白首先受到了 来自于魏宇阁几个输出职业攻击 不假职业 很难称 全靠减伤类的东西 依我看 双方似乎是打算着对此换治疗了 跟号三在陆黎旁边 比陆黎还要紧张 这不合理啊 陆黎皱着眉头思索着 换治疗的话 不够避免患治疗 也就是说 心形喃喃会挂掉 但是西山白不会 是减伤吗 什么减伤 可以顶得住四个输出职业的猛攻 而且还必须持续很长的时间才行 陆黎一点点的分析 真相 很快就摆在了他的面前 不 应该说 真相已经如他所分析的那样 发生了 即将快要残血的西山白身上 泛起了浓密的白光 让他整个人都模糊起来 痛苦压制 陆黎当然知道 牧师的这个神迹 但是现在都还没到六十级呢 顺发 使用后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50% 持续五秒 昏迷时仍可释放 冷却时间三分钟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就是一级痛苦压制的效果 如果点到五级的话 减伤可以增加到80% 虽然不是无敌 但是也差不太多了 最逆天的是 持续五秒时间 这是盗贼疾风部比不上的 魏宇阁的人 直接猛逼了 谁也无法相信自己的伤害 突然会变得这么低 原本能打三百的 现在居然连一百也打不出来了 夏山白趁着这一愣神的功夫 已经把自己的血刷满了 陆离侧头看了一眼 根昊三面如土色 两只手甚至开始发抖了 他看不到其他赛手的反应 估计和根昊三应该没什么差别 这是一种被颠覆三冠的毁灭打击 一直被当成最短版的牧师 什么时候如此耐打了 心形喃喃虽然有减伤 可惜效果远远比不上痛苦压制 等到魏宇阁的人杀不掉西山白 回头去就自家治疗的时候 心形喃喃已经挂了 虽然外面还有一个圣骑士治疗 可惜战局到了现在已经无力扭转 最终比分6比1 魏宇阁输掉了整整5分 差一点就被剃了光头 这样的团体赛比分几乎不可能出现 尤其是在四强赛这样的高端对决中 或许有一定的原因 是因为西山白的痛苦压制 对魏宇阁赛手冲击力太大 让他们乱了方寸 也或许是因为水精灵下达了放弃的命令 他不认为这个战局还有可能改变 所以干脆就把一些杀手锏藏着了 魏宇阁虽然输了 可是裁决之剑还可以再战 荣耀之都进入决赛 这场比赛所有的光芒都笼罩在西山白的身上 还有他那个让牧师成功保命的惊人手段 离开了赛场 裁决之剑立刻开会 裁决之剑虽然还没有正式晋级决赛 但是他们的比分超过狂风军团太多 狂风军团没有任何翻盘的可能 所以在荣耀之都晋级后 本季联赛的冠军便只有可能 在这两个俱乐部中间诞生了 陆里走进会议室的时候 现场一片惨淡 就连见多识广又生性乐观的猫霸 都苦着脸 肥猴子也不闹腾了 他捧着自己那只乱糟糟的黄色头颅 坐在角落里扮演沉思者 还有一项都很淡定的月光 眉头皱得可以夹死苍蝇 如果是在之前的比赛中 有其他一般的队伍 出现这样的逆天手段 大家都不觉得怎么样 可惜现在面对的是荣耀之都 台具点的说 都是和自家势均力敌的俱乐部 实际上说不定还比自家略高一筹 现在有了这样逆天的手段 还怎么打 第1246章 商讨对策 要不咱们认输吧 陆离这话一出口 立刻一群人对着他怒目而逝 你看你们 既然不肯认输 那又何必这样垂头丧气 无论如何 都要先打了再说 不是吗 陆离意态闲适地坐在主位上 扫视了一下 大家浑然不觉得 被这么多人怒目而逝 有什么压力 能不愁吗 除非你能保证打败荣耀之都 根号三横道 不能 陆离回答得很果断 真的已经打算放弃了吧 如果是那样的话 本季联赛真的就到此为止了 你们还记得 一开始我们设立的目标吗 陆离没等有人回答 就自顾自地说道 保八争四 八强是底线 争取进入四强 现在八强打完了 四强也算打完了 都进入决赛了 你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也不能这样说啊 谁不想得冠军呢 猫霸摇摇头 没办法狗同陆离的观点 就是 之前的华影杯冠军 毕竟是非官方的赛事 咱们如果能够拿到一个官方赛事的冠军 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动摇咱们的根本 刚好三越响越激动 最后以锤桌子作为结尾 那我们就来想想办法吧 陆离说 那可是无敌啊 牧师的无敌 能有什么办法 可想 肥猴子颓废地说道 他本来以为三越雨就够变态的了 毕竟可以驱散无敌 没想到 今天会有一个牧师告诉他 没有最变态 只有更变态 人家直接上无敌了 等等 可不可以驱散掉啊 肥猴子突然想起来 这个技能叫痛苦压制 属于牧师很稀有的一个技能 暴率应该不会搞 但是只要有钱 只要有暴率 将来有一天 至少会在赛手当中普及 然后这是我找到的 关于痛苦压制的资料 陆离打开会议室的虚拟屏幕 5秒 50% 可以在被控制的时候使用 65%的概率 防止被驱散 也就是说 这是可以被驱散的 对吧 肥猴子眼睛一亮 虽然只剩下35% 但是有希望 总比没希望要好得多吧 前提是被驱散的对象身上 只有一个痛苦压制状态 陆离补充道 5秒 似乎不太对吧 我觉得西山白身上的这个 应该没5秒 最多 月光出声说道 3秒 所以这个痛苦压制不是技能 而是阉割版的装备特效 陆离替他说了出来 所谓的职业素养 其中有一种境界就是算秒 有的人能精确算到每一秒 更有一些变态 甚至算到小数点后 一位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陆离和月光这个层次的人 他们在看战斗的过程不仅看效果 还会默默地计算效果持续的时间 大家只觉得 西山白的这个减伤太牛了 却没有人意识到它具体的持续时间 目前大部分的减伤 都是减轻固定总额的伤害 好一点的 比如1000 2000 差一点的 甚至有两三百的 或者有的是减少某一次攻击的伤害 这种更差 陆离的至尊戒指 是完全免疫一个技能的伤害 真正好的减伤 大部分都在MT盾牌上 然而 谁也不可能为了那个减伤 去扛着一个大盾牌去打比赛 然后就是有些职业的强力无敌了 最变态的是 圣骑士 持续时间最长 但是它的副作用 就是无敌的时候 各种属性大幅度下降 体现出来 就是四肢法力 移动 速度下降 还有会丧失一般的攻击力 然后是法师的冰箱 这个更彻底 为了无敌 完全把自己冰冻起来了 真正算起来的话 只有盗贼的疾风布 才是真正没副作用的 无敌 可惜只有一秒 很多时候 连逃命的时间都不够 陆里被激活秒杀两次 就是因为疾风布的时间太短 牧师的这个特效或者技能 属于状态类效果 首先 是可以被驱散的 当时威宇格的兴兴兴被激活 其他有驱散技能的人 也没反应过来 所以让西山白出尽了风头 我们如果和荣耀制度开战 首先就要 驱散掉西山白身上的其他状态 等他开这个特效的时候 就给他驱散掉 或者在关键的时候 三月用大驱 大驱可以一次性驱散多个效果 陆里总结说道 其实 曙光里能够驱散 对方身上状态的手段很多 比如牧师的驱散 猎人的驱散射击 术师的狗 也能吃掉一部分状态 法师的法术偷取 萨满的进化 当然 防御战士的遁机 也有可能砸掉对方身上的状态 只是在赛场上 根本就没防御战士 无论如何 这玩意 终究是个麻烦 刚好三很哭闹 对策是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做的 大家都去想着 对付西山白身上的痛苦压制 无形中 其实已经丧失了很多其他的机会 此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非常重要 陆里看大家的情绪 实在太低落 小小的开了个挂 大家有没有想过 资料上只显示了痛苦压制 可以在被控制的时候使用 可并没有任何一点表明 使用之后 可以免疫控制 也就是说 西山白使用了痛苦压制之后 可以免疫大部分伤害 但是他仍然可以被控制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控制他 让他不能给自己加血 三月鱼 眼睛一亮 他作为一个主要负责 进攻驱散的职业 此时压力山大 直到听说可以控制西山白 让他加不了血 顿时松了一口气 其实 我们必须感谢微宇格 如果不是他们 说不定咱们碰到这种情况 也要猛逼 陆里敢凯道 怎么感谢呢 跟昊三笑着问 虽然压力依旧很大 可是他作为高层 必须要让大家放松下来 才行 嘿嘿 无以为报 只好以身相许 不如咱们 把老大打包送过去算了 我想 水姑娘一定会非常满意 这样的礼物 肥猴子笑嘻嘻地说道 大师兄 你真是越来越嘚瑟了 你不是还想着挑战肖默吗 猫哥 没事的话 多操练他一下 陆里冷笑道 不要啊 猫叔叔饶命啊 肥猴子腿软了 他喜欢在实战中增强自己 而不是枯燥乏味的训练 第1247章 蜀都 原本以为 要等到决赛的时候 才有可能遇见 西山白的痛苦压制 没想到在蜀都就遇见了 黄蜂军团 扎根蜀都 已经有了不少的年头 据说有一些蜀都出身的 荣耀之都赛首思乡琴切 功成名就的他们 凑了一笔钱 连带着肖默投资的一部分 重金将狂蜂军团买了 下来 短短几年的快速发展 这个工会 已经成了蜀都最强大的工会 可以代表蜀都游戏圈说话 关于狂蜂军团和荣耀之都的关系 说法很多 就连一些身在这两间工会的人 都说不太清楚 可以确定一点就是 荣耀之都 并没有狂蜂军团的所有权 肖默或许只是狂蜂军团的一个大股东 现在他们是从属关系 或者说盟友关系 可是一旦肖默不在了 这种关系 很可能就没有现在如此的和谐亲密了 在4月1日愚人节这一天 裁决之间一行人奔赴蜀都 进行和狂蜂军团的第二场比赛 这一次是十拿九稳能够获胜的比赛 所以大家与其说是比赛 其实更像是去蜀都旅游 陆离甚至带上了陆星一起随行 这丫头 很久了 这是一个承载着三千余年历史的古城 拥有都江燕 武侯祠 杜甫草堂 金沙遗址 明蜀亡灵 旺江楼 青阳宫等众多名圣古迹和人文景观 两百年前的那场大战并未殃及这座城市 所以很多地方都还保留着最原始的风貌 一番周折之后 大家拥有了自由的时间 谢绝狂蜂军团派出的向导 似乎狂蜂军团从上到下都看陆离不顺眼 这位向导也不例外 所以陆离干脆眼不见为尽 反正他们一伙那么多人 轻易也不会被人欺负了 陆星很少 出远门 尤其是这样风土人情和江南完全不一样的城市 这座城市有着让人爱的一切元素 美食 美景 美女 特别是城市里的每个角落 都将其悠闲 乐观 宁静 繁华又洒脱的独有特质 渲染的淋漓尽致 让陆离他们意外的是 这座城市居然有不少他们的粉丝 赛首 就是公众人物 几乎不存在藏头陆尾的赛首 所以 当初陆离才敢用自己的真名做游戏名 所以他们简易的装扮 并没有骗得过所有人 毕竟大家都知道 今天是裁决之剑俱乐部 来蜀都比赛的日子 俱乐部扎电于一个城市 慢慢地会受城市的文化影响 并且被城市同化 到后来 城市和俱乐部已经分不清彼此 就比如荣耀之都俱乐部 有些人会直接叫它帝都俱乐部 一说帝都俱乐部就知道 说的是荣耀之都 然而蜀都的狂蜂军团 显然远远没有达到这种水平 陆离从这些路人甲的神态中 可以看出 他们对狂蜂军团 并没有太多的认同感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 抵御 有根游土有文化 这确实是一个很美好的城市 也许等到要离开的时候 才会发现 蜀都旅游宣传语 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这并不夸张 下午的时候开始比赛 双方都知道 此战不再关乎胜负 却没有任何一方消极懈怠 全力以赴 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 也是对对手的尊重 无论如何 裁决之剑 在蜀都受到的接待 都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 擂台赛 裁决之剑手发肥猴子 这会真心需要多磨练一下 最近已经被正式聘请 为总教练的猫霸 揪着他进行特训 比赛的时候 也会增加他的出场次数 这种首发的重头戏 自然也轮到他的身上 首发最能磨练人 所以经常被人用来锻炼 重要新秀 可惜陆离 站在等候席上 就看不到肥猴子 有半点的紧张 他的对手是流风 攻击力特别牛掰的 纯输出圣骑士 按理来说 法师打圣骑士 自然是拉得越远越好了 肥猴子从来就不按理出牌 他居然主动凑上去 打 陆离 回头看看正观 看自己训练成果的猫霸 忍住笑安慰的 他这或许 是在锻炼自己的走位 这几天 看他一直在练习这个 猫霸的脸都黑了 指着赛台愤愤的说道 他就是卖弄风骚 就没见过如此中二的赛手 这家伙 早晚把自己玩死 练习走位的话 那也是练习放风筝好不好 他又不是近战 练毛的近战走位 哈哈 其实你最欣赏的 也是他这种 天不怕地不怕的风格 不是吗 陆离笑了笑 打个比方 就好像在校学习的学生一样 平时学得特别好 模拟都是前几名 但是一到大型考试的时候 就彻底完蛋了 这种情况 在赛手圈发生的更多 毕竟中考高考还有办法复读 成本也没多少 可是一旦上了赛场 失败了 影响就大了 肥猴子属于那种包了皮 在开水里都烫不烂的类型 几乎就没见他紧张过 心理素质直追老将月光 而且你发现 没有 刘峰实力很不错 但是走位是他的短板 猴子也不是一点头脑都没有 陆离的观察力非常敏锐 自然不会看不出来 刘峰的短板 肥猴子忽前忽后的风骚走位 所造成的效果 就是将刘峰彻底激怒 大爷的 你压得一个进展 在我面前风骚个屁 原本他不会如此轻易 就被激怒的 可惜 肥猴子不仅仅是在行动上羞辱他 语言 表情 完全是那种 让人一看 就像撕了他的表现 刘峰本来就一怒 这会儿怎么可能忍得住 追杀 拼命地追杀 观众们看得热血沸腾 尤其是狂风军团的粉丝们觉得 刘峰是在追着肥猴子打 殊不知 节奏已经被肥猴子把握了 等到刘峰冷静下来的时候 他的血量已经不多了 而肥猴子居然还剩半血 一个半星赛手 就这样 把一个资深赛手 玩弄于鼓掌之上 他的真实实力 甚至并不比刘峰好多少 狂风军团接替刘峰的是宁氏 这位和月光同时期出道的老将 肥猴子再也不敢耍心机了 他一反之前狂放风骚的打法 变得非常沉稳 就好像是按照 教科书一步步做题的学生 录制下来的话 都可以被拿去当成法师对绝狂战士的教学视频了 当然 属于半入门籍的 而且是法师遇见强力战士的类型 宁氏几乎是压着肥猴子打了 而肥猴子也没自大道要和宁氏分出什么胜负 他正在努力做的是 尽可能消耗对手的血量和各种手段 肥猴子下去了 月光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和老对手交手的手段 两人你来我往打了一回过过瘾 宁氏就被送下去了 然后换了云天叶上来 云天叶的实力和月光 他们即便有差距也差距不大 自然不会栽在半血的月光手上 双方近乎是轮流着下台 最终的比赛结果是5比4 陆离站在台上的时候 自身的血量近乎满直 擂台赛方面 狂风军团输了整整一个人头 团体赛是狂风军团选地图 这是他们的主场 尽管从擂台赛上来说 他们就已经输掉了晋级的最后一次希望 但是剩下的比赛 他们还是选择认认真真的打完 这是一张丛林地图 或者说是雨林地图 到处都是非常巨大的树木 漫腾四处缠绕 地形复杂的程度估计是九幅地图之冠 不知道狂风军团这张图练了多久 但是敢把这图当成比赛地图 他们显然有一定的把握 如果能在团体赛中大放一彩 就算输掉了比赛 也是虽败犹容 第1248章 雨林 雨林地图属于这次出现的九张图中 最复杂的地图 但是一般的俱乐部都不会选择它 地形复杂 不说 赛手甚至是随机传送进场的 这种地图随机性太大了 完全是拼运气 运气好就占优势 运气不好的话 对手几个人传送到一块了 结果 可想而知 当然 如果能够多熟悉一下地形 多锻炼一下雨林作战的经验 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之前的常规阵容 没办法用了 雨林太大 治疗职业 很难碰见自家队友 没有一点战斗力的话 存活不下去 所以 三月雨被放在了后补席上 上场的是 月光 陆梨 肥猴子 木秋 洛英回忆这次比赛并没有出场 他愉快地出去 练极了 没有任何对不能上场的不满 选图结束之后 距离开场有半小时的准备时间 这半小时 算是为了照顾客场比赛的俱乐部存在的 是 属于他们制定战略的时间 这张图 我们只是草草地打过一次 现在非常难办 我没想到 他们真的会选这幅图 陆离探导 这幅雨林地图 是裁决之间最早 排除掉的地图 因为有太多的偶然性 正常的战队都不可能这么选 不得不承认 自从温德里安当了队长之后 狂蜂军团的风格 已经开始朝着 一个非常诡异的方向改变 我们首先应该商量几个集合点 然后要学会 怎么在雨林中辨别方向 谁能最快地集合在一起 谁就有最大的优势 月光出声说道 他的游戏经历非常丰富 又是高端玩家 虽然 不会指挥 可是看了地图就知道 应该怎么做 雨林地图大 地形复杂 赛手随机传送入场 基本上进去之后 就是独自一个人 如果遇到一个对手 如果无法脱身的话 那就是单挑决胜负的节奏 如果遇到两个敌人 战而胜之的希望就不大了 如果遇见对方的完整小队 基本上等于送菜 谁的人先聚合在一起 谁就能占据优势 没错 我们可以规划出三个集合点 分别在三角位置 这个山峰非常突兀 可以选择 但是必须警惕 狂蜂军团也把这里当成集合点 然后是这个地方 这个图标应该是一个瀑布 我们在下游集合 此外就是这个地方 处于地图的最东边 地形比较平滑 我们可以沿着边缘汇合 月光很快就想好了汇合的地点 比赛之前给的地图 只有非常简单的描述 具体的地形复杂千倍 幸好不是八将打比赛 不然他铁定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 路里扫视了一下大家的表情 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他重级别的鹿痴 别说他的队友找不到他 估计敌人也不可能找到他 如果不是打副本 还算有点天赋 又是一个就算迷路都能迷到任务的小人物达人 这丫头根本就不可能在游戏里生存下来 更不可能在路里的固定团里立足 这世上能够找到路吃的 只有他自己 最主要的是辨别方向 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要去什么地方 我来告诉一下大家 怎么在雨林里辨别方向 太阳 星星 这些东西 如果有还好说一点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一棵树的枝叶分布来看 树木枝叶密集的那边是南方 西枝的那边是北方 分清了南北 其他两个方向自然也就明了 此外 也可以 月光在这方面显然是行家 叫了大家一些雨林分辨方向的办法 还有应该怎么行进才能隐藏自己 怎么观察周边的动静 怎么通过痕迹来判定怪物的分布 雨林里也有怪物 这些怪物都是精英 有输出的赛手可以勉强对付一只 如果在对付怪物的时候 遭到敌对赛手的袭击 结果会非常的悲惨 匆匆地补习了一下雨林战斗的知识 大家在系统的催促中进入了比赛地图 陆里出现的地方是一处密灵 他只觉得眼前突然一暗 随着而来的是滴答滴答的雨滴 从头上落下来 雾气朦胧浮动 弥散在周围的每一个角落 这种天气的雨林能见度很低 头顶那无数日益繁茂的参天大树 形成的遮天蔽日堡垒 即便是烈日当头 也很难通过重叠后时的树叶 照射一丝半点的光亮进来 更何况是这样的下雨天气 陆里轻轻地叹了口气 不仅仅是他这个盗贼讨厌这个的气候 肥猴子一定非常地讨厌这样的气候 他的火系法术 在这个地方估计连一半的威力都发挥不出来 他攀上一棵大树 一直爬到树梢最上面 一根摇摇欲坠的细枝杆上 现实中的话 他绝对不敢如此冒险 雨林本来就很危险 万一爬得太高摔断腿 那就真的离死不远了 现在是游戏里面 一般都摔不死人 而且他还可以变成豹子减少高处 降落受到的伤害 可惜 他四下里观察了一下 都没有发现有人的踪迹 倒是有两处 疑似有怪物活动 但是陆里不打算去招惹他们 他按照月光教的分辨了 一下方向 结合了一下自己可能深处的位置 开始朝瀑布所在的位置前进 为了增加盗贼的生存能力 官方设定盗贼 可以踏雪无痕 无论是在沙地还是 雪地都不会留下太持久的痕迹 即便有痕迹 也会快速地恢复原状 让人无法通过脚印 来判断盗贼的踪迹 但是这些纸条的抽打 可是要算伤害的 还有 脚下蛇虫的叮咬 都能让陆里 从前行中被打出来 陆里干脆也不前行了 他利用环境来隐藏自己 小心翼翼地行动着 聊天频道一片禁忌 显然是这张地图 竟用任何远程聊天方式 大家只能朝着 事先商量好的地方会合 谁先会合在一起 谁就能掌握比赛的主动权 他时常会爬到高高的树上 去观察四周 小的时候 有一次 一群大孩子追打他 他很利索地爬到了树上 爬得非常高 那些大孩子扔石子 都打不到他 他至今还记得 当时摘树上的果实 去反击的爽快 陆里是个爬树 高手 在游戏里 更加完美地继承了这个能力 所以他很快就发现 自己左前方的灌木丛中 隐隐约约地 有个人形物体在移动 第1249章 丛林遭遇战 所谓的灌木丛 其实就是一大片茂密的草丛 这些草丛 足足一人多高 人要是在里面走的话 铁定难以隐藏行计 而且会大幅度地降低移动速度 陆里一直避让着这样的地形 宁愿绕路 也不在里面走 如今摆在面前的问题就是 这到底是自己人 还是狂风军团的人 或者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怪物 陆里从树上一跃而下 落地的时候 变成小豹子 就地一滚 几乎没有任何伤害冒出来 然后他就保持着小豹子的形态 跳跃着在丛林中穿越 他打算着 要截在对方的前头埋伏 这片草丛很大 绕行是一段挺远的距离 好在草丛里的人走得更慢 让陆里得以成功地 截到了对方的前面 他没有进入前行 而是单纯地躲在了一棵树的 背后只要达到 欺瞒对方感知的效果 无论是技能前行 还是物理前行 其实都没有什么分别 在这种与林环境中 躲在树干背后更加保险 草丛中艰难跋涉的 不是怪物 他一边剥开草丛 一边嘴里骂骂咧咧 这选的什么鬼的图 队长了不起啊 真是瞎折腾 说不定比正常地图 还要输得难看 这张地图是温德利安选的 围的就是出其不意 其实 地图对裁决之鉴来说 很头疼 狂风军团的人 又何尝会喜欢如此恶劣的环境 他们在这张图训练了很多次 每一次都是被折腾的死去活来 虚拟现实游戏 心累 身体也累 Torrent尽量保持着直线行驶 他召唤出来的宠物 张月谈不上多么出色 但这是他所有宠物里面 体型最为庞大的一只 那庞大的身躯 在移动中可以压倒坚韧的草丛 用来在恶劣的环境中开路 完全没问题 冰原巨雄不喜欢这样的雨林灶热环境 忠诚度下降得很快 猎人的宠物除了经验等级 还有两个重要的表现因素 一个是忠诚度 一个是心情 宠物也是有心情的 一般来说 有三种心情 一个是欢乐 一种是平静 一种是疲惫 欢乐的时候 忠诚度涨得最快 平静的时候 基本上忠诚度不变 疲惫的时候 忠诚度会飞快地降低 其中 疲惫的因素也很多 打怪太久 一直没得到食物补充 主人抚慰 心情当然就不好了 还有饥饿 有些菜鸟猎人 或者粗心猎人抓了宠物 忘了喂食 宝宝 啊 宝宝不开心 宝宝就要咬主人 直接就叛变了 还有就是 宠物不喜欢的行为方式和环境 你让一只狗 熊躯拉雪敲 他铁定回头给你一口 让一只企鹅 取下黑石塔副本 他说不定会跳进 岩浆自杀 而忠诚度 取决于一段时期内的宠物心情 一共有六个等级 一级被描述为反抗的 顾名思义 宝宝不会去打怪 他只会对你 二级被描述为难以控制的 这个阶段的宝宝 很不听话 让他打狗 他说不定会去碾击 而且攻击力也非常的弱 处于一种虚弱状态 三级被描述为顺从的 虽然会听从主人的命令 可是因为忠诚度不够 这个阶段的宝宝 发挥的实力非常有限 四级被描述为可靠的 这个阶段的宠物 就可以对主人产生帮助了 指哪打哪 五级被描述为值得信赖的 不用太多命令 宠物会根据情况 做出防御或者进攻的反应 这才是得心应手的小帮手 六级被描述为忠实的 达到这个阶段的宠物 别的不说 整体实力增加20% 可想而知有多么难得 一般的宠物 很少能够达到这个阶段 即便达到了 也持续不了太久 据说 还要根据宠物的品种 来看待持续时间 冰原雪雄 显然不是容易到六级的品种 Torrent现在已经不奢求 这活六级中十度了 只要别降到二级就好 大熊扭着屁股 呼吱呼吱地拍打着浓密的草木 目光中是无奈 烦躁 偶尔还犯着一丝丝凶光 显然基本上 已经是二级中程度了 好在这片草丛马上就要走完 所以 Torrent就没想着换宠物 眼前猛的一空 讨厌的草枝终于看不到了 Torrent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 丢了一块烹饪好的鱼肉 给冰原雪雄 正要把它收回去 慢慢恢复中程度 Torrent就听到了脑后风声 冰刃划过雨滴 发出轻微的呲呲声 直奔他的后脑勺来 盗贼 陆离 这种攻击方式 无疑只有猥琐卑劣的盗贼 才干得出来 而这张地图中活跃的盗贼 那自然就是裁决之间的盗贼了 操 Torrent尽管精神略显疲惫 但是他的反应也不快 身子略略一侧身腿 就是一个摔半技能过去 他对陆离的位置判断非常精准 显然平时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 这个技能是减速技能 是猎人对付盗贼 战士的主要手段 陆离的匕首 在Torrent搏梗上轻飘飘滑过 这一剂偷袭 终究还是落空了 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小看的对手 本以为这种出其不意的偷袭 降低了陆离的速度 但是他可不会认为 就这样就可以拉开和陆离的距离 他连忙指挥冰原雪雄去拖住对方 从冰原雪雄的角度去冲锋的话 角度非常的完美 距离也完全不成问题 如果冲锋成功 立刻就是一秒的晕眩 这一秒钟足够Torrent拉开距离 或许还能放到冰霜陷阱什么的 拉开距离 拥有照明弹的猎人并不惧怕盗贼 冰原雪雄本来坐在地上 抱着自己最喜欢的鱼肉啃食的 正开心 接到命令之后才无可奈何地站起来 换作是五级中程度的宠物 在主人遭到袭击的那一刻 早就扑上去解围了 然而 收到命令之后的冰原雪雄 也并没有如Torrent期望的那样冲锋陆离 第1250章 尔鱼无诈 冰原雪雄干了一件让Torrent非常无语的事情 他哼哧哼哧地朝着草丛冲锋了过去 陆离都看呆了 这宠物冲锋的路线 距离他几乎南辕北辙 一定是猴子派来的逗逼 Torrent吐血了 他忽略了宠物的忠诚度 一定是二级忠诚度 虽然不至于叛变 但是却有可能做出与主人命令 不服的事情 还不如直接叛变的 Torrent可以直接召唤其他的宠物 召唤 宠物是顺发技能 而召回宠物 却需要独条 猎人召唤宠物 必须先把放出来的宠物召回 才能召出新宠物 Torrent本来就打不过陆离 更何况没了 宠物做帮手 他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也只是把陆离的血量 打掉了三分之一 陆离抽出自己的匕首 看着Torrent的尸体化为白光 一起化为白光的 还有那个看似非常卖力用 爪子挠草根 其实一点力都没出的奇葩宠物 但掉一个 还是比较轻松的 主要是地图的功劳 如果是大圆台那样正面刚的地图 他这个盗贼 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根本不可能独立杀掉一个猎人 当然 那个宠物临阵乌龙 也是一方面的原因 钻进草丛里休息了一会 带血量 恢复到了满直 陆离才变成小豹子 奔向目的地 千万不要因为刚刚获胜 而有丝毫的懈怠 尤其是这种地形复杂的环境 谁知道下一个路口 遇见谁的谁 Torrent被干掉 赛场的面板上 当然有反应 至少他的头像灰掉了 只是没有人知道 战斗发生在什么地方 究竟是几个人 是什么人把他干掉的 雨林地图的主要风格 就是 现实化很严重 一切都很未知 经过几次确认方位 陆离很快接近了瀑布的位置 这期间 再也没有遇到敌人 或者队友 不好的事情 接二连三地发生 肥猴子和木秋先后挂掉 所以陆离猜测 对面至少有人集中在了一起 只是不知道集合在一起的是几个人 木秋是圣骑士 如果遇见单个玩家 最起码自保有余 能单杀他的不多 肥猴子的话 主要是环境问题了 火系魔法 在这个环境真心坑死人 不仅仅是系统给的 所谓火系法术伤害 降低多少那么简单 潮湿的密林 也可能会阻碍魔法的释放 移动也大受影响 还有人研究得出结论 火系法师在这样的环境心境 也会受到影响 陆离一时半会 也没办法了解情况 只能以不变应万变 原本和队友们说好的 是在瀑布下面集合 但是陆离实际上 却是朝着瀑布上面走的 或许能遇见对面的人也说不定 毕竟瀑布 是比赛地图上 为数不多的几个明确地标 狂蜂军团 也有可能把这里当成会合点 瀑布上面是一片平地 溪流将地标分割成了一道 有一道的河沟 水流冲过 从高处落下 形成了巨大的瀑布 陆离悄悄地变成了海豹 在水里游动了起来 他从水里可以看到地面上的情况 比如他就看到一只狼狗 在水边欢快地蹦跌 换作是一般人 可能把这货当成怪物 但是用脑子想也知道 这地方怎么可能会 刷新狼狗这种怪物 而且还设计得如此人性化 真以为变成汪星人哥 就不认识你了 一怒亲人城 幽魂之狼 顺发 变成一头幽魂之狼 移动速度提高30% 且移动速度 不会降低至100%以下 虽然卖蒙方面 远远比不上德鲁伊 但是萨满确实可以变身成 一只近乎透明的大尾巴狼 陆离并没有贸然冲上去开打 毕竟敌情未明 鬼知道这货到底是为什么 在这里蹦跌 看他欢快的 样子 说不定是个诱饵呢 一只狼在岸上跳来跳去 一只小海豹 两个人都没什么改变 直到不远处的一堆枯叶中 突然钻出来一个人为止 显然是性子 没那么淡定的刘峰 行不行啊 都这么长时间了 咱们去和云老板会合吧 刘峰不耐烦地说道 看来这里不是他们会合的点 一怒亲人城叹了口气 好羡慕云老板和您是老大 他们俩 已经拿了两个人头了 咱们这样一无所获的过去 是不是有点丢人 丢你妹的人 你在那蹦蹦跳跳 倒是自在 我埋在臭草堆里 差点憋死 我早说了 就算这里是集合点 他们应该也在瀑布下面集合 上面还要爬一段路 多麻烦啊 刘峰已经走了过来 并没有看到 潜伏在水底的小海报 下面也不可能了 我在上面已经观察很久了 一怒亲人城说道 那咱们就走吧 爸 爸 刘峰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结巴起来 我去 乖儿子 你终于肯认我了吗 一怒亲人城笑道 不过他也知道 这里不是开玩笑的地方 顺着刘峰指着的方向 他也看到了 站在瀑布下方不远处水溪中的 狂战士 远远地看到那盔甲的颜色和样式 显然不是自家队友凝视 那自然就是裁决之间的月光了 会不会是诱饵 他为什么不跑 刘峰也顾不上队友占自己的便宜 开始激动起来 好在他也没有彻底丧失理智 还知道征求一下自家队友的意见 应该不会是耳 如果真要是放耳的话 也不会放月光 你说咱们俩能打得过月光吗 一怒亲人城问 不管了 我先下去 你等一下快点跟上 咱们一个输出一个治疗 好也好死他 刘峰一听说不是陷阱 立刻就从瀑布上面跳了下去 这种程度的高度跳下去 不死也丢半条命 可谁让刘峰的手段多呢 他的披风上就带了一个缓落特效 此时张开如同双翼 极端拉风地俯冲而下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和月光这种级别的大神较量了 等到他干掉月光 再去和凝视吹牛 你的生死大敌 在我手底下 其实不堪一击 至于他的帮手 一怒亲人亲情 自动忽略 不要啊 一怒亲人亲 再看到一道人影 从水里一遇而出的时候 就知道要糟了 可惜他的叫喊有点实 被打断在陆里的攻击中 而已经跳出去的流风 再也不可能飞回来